字成一格 讲错 我们现在重新看 这个字做 它在呀的部分变 对不见了 后面那芥奇不见了 可是呢 中间的四个 都跟黑板上的一样都是什么 tui的部分变ish on another的部分变it mui的话是im v的话是一起 都跟黑板上那中间四个是一样的 那最后呢 最后因为它是de 对不对 它就是jat 正常来讲的话字文应该都是变jat 除非遇到 就是下面惊叹号讲那四个 才会变成at以外 一般最后的字文都是jat 懂老师意思吗 都是jat 好 那自己注意哦 老师要提醒你一点 刚刚是在呀的部分 de不见了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大家看一下 呀的变化的时候 de不见了 对不对 可是 tui之后 tui啊 on啊 mui啊 v tui啊 nui之后 de有没有又出来了 de是不是又出现了 这边自己要想办法提醒自己好不好 因为以前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常常这个地方 记得在呀的时候 de要拿掉变c入 然后呢 可是他忘记后面的几个 de又出现了又回来了 他就后面的那几个 de没有写上去 就变成什么 de统统拿掉 或者是 他把后面的de拿掉以后 也改成跟前面的那个je一样 后面变什么 tui变c入 on啊那变c入 就没有改回de 就放 千奇百怪答案都有啦 你们到时候考试一定是这样子 很多人记得 在呀的变化的时候 de不见了 可是到tui的时候 他忘记把它加回来 就 还是不见了 根本就没有 啊有的人是怎样 他de不见 可是他放re 就跟呀的地方一样 多了一个re 所以各种千奇百怪都 的答案都有 我就等着看期末考 你们会给我很多surprise 那俄文叫surprise 对 英文叫surprise 俄文叫surprise surprise 很像 这是外来字 surprise 我不希望收到这些surprise 你们还是乖一点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 眼睛都要睁亮看 来 sidget ya siju tui sijish on ana sijit mui sijim vi sijite ani sijiat ok 那同学 这边我补充一个好不好 在口语上 俄文常常会在一些动词前面加一个前缀 就是加坡 这个坡 坡代表什么意思呢 稍微或者是一下下一些些的意思 坡 那如果我后面加一些动词 pa si je si 我加个po 变 念 这个o不在中音上 在什么 前面 我们会念 照道理这个算其他位置是念r 对不对 但是呢 很在俄文的习惯上 只要是动词前面加这个po 他会念成r 你记住他念r 所以我们念pa si jit 就是动词前面直接加一个po 然后连着哦 他不是两个单字 他是一个单字 那老师刚刚讲到这个po有什么意思 稍微 一下下 所以这整个字如果变成pa si jit 你觉得应该怎么翻译比较好 修这一勒 对 好 坐一下 休息一下 好累哦 靠一下坐一下 就稍微休息一下这样 坐一下 稍微坐一下 脚好酸哦 稍微坐一下 有没有 有时候同学会这样讲 对不对 好累哦 读书 期末考到了 然后 在宿舍在家里读书 好累哦 来躺 稍微躺一下 小睡一下 就一睡睡到明天 我以前 国中 升高中 我们要考高中嘛 然后高中 升大学 又要考大学的 都是联考联考 老师那时候联考 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要读很多书 每次一坐到书桌前面不到半个小时 好累哦 先来躺一下 先睡一下 然后就去躺 那个国中的时候 尤其国三的时候 然后呢就叫我妹说 半个小时候叫我啊 诶 怎么每次这个半个小时 好漫长哦 睡得好舒服 然后每次一醒来 天啊 已经天亮了 今天要考五科 什么都没看 睡着了 然后就这样 开始骂我妹 你怎么没叫我啊 我叫你说半个小时候叫我 你怎么让我睡到天亮 他说 我叫你啊 你记不起来的 好像都这样 他说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印象说有人叫我诶 睡得跟 睡得很死 很太累了 所以我说 稍微睡一下 所以我们就 因为睡觉那个字是 然后呢 坐一下就 那如果躺一下 你隔壁 那个三个动词 中间那个是不是 躺 他有放置 他写放置 可是在讲到单词的时候 老师有补充 他还有躺着的躺 所以你说 躺一下好了 好累哦 来躺一下 叫palejaki 就加一个po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这边 你说站一下好了 今天整天都坐着 站一下好了 我们来站一下 那就pastayaki 这样知道吗 pastayaki 好 那我们这一课 这一课的单词里面 我们这一课是不是有学到一个单词是 没有呢 葛戒的话是下一课 好老师教你们一个疑问词 叫做葛戒 写在这边好了 葛戒 这个葛戒 来念一遍葛戒 葛戒就是会儿的意思 在哪里的意思 那因为俄文可以在现代式都不用逼动子 对不对 都省略 所以我们讲说 你在哪里啊 我没看到你耶 就葛戒 对就是你嘛 葛戒 就葛戒 葛戒 就是你在哪里 好那比如说你们跟同学约好去 参加一个活动 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看一场表演 那个是自由做 没有画位的 然后你叫你因为你会晚到 你叫你同学说 先去的同学帮你占个位置 好那结果一进去 哇人山人海不知道同学到底在哪 你们最习用什么方式找同学 打手机对不对 进去就打 诶你坐在哪里啊 你们坐哪里啊 我找不到你们耶 第几排啊 那这个时候呢 你坐在哪里的话 你就可以用 葛戒 推 然后呢 看一下课本 坐那个字 推怎么变 葛戒 推 对 对 这就是问句了 葛戒 推 懂不懂 会不会 那如果是你们呢 你是好多同学在等你 你就说 葛戒 V 用V 你们 对不对 葛戒 V 是 自己 且 会不会 好如果那个 那个 你们约定的地方 没有位置坐 大家都用站的 那你说 你们站在哪里 我找不到你们啊 你就 葛戒 V 是 在一起 或者是更简单 不要问人家坐 还站 直接问说 你们在哪里 你们人在哪 就葛戒 推 就是你在哪里啊 那如果是你们在哪 就葛戒 对 就直接葛戒 就好 你们在哪里 可以用这样子来讲 要多练习 多开口 好不好 其实句子都很简单 就是你们要敢开口 要加油 要敢开口 好 来 那刚刚 有同学提醒我 第十二页这边 第十二页这边 我没有那个 就是 讲到 上一次上课 其实是只讲完 第十二页的第一个表格 第二个表格 还没讲 那这第二个表格呢 它就是所谓的特殊的 特殊便位 基本上它便位的方式是 使用第一人称的便位 但是它有一些 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同学如果你仔细的看 会看到有没有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这个部分 我们一般会把它当作 是特殊便位 有一些特殊变化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说明 这边要小心 因为这两个动词 虽然在这一刻都没有 但是这两个动词很重要 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 会常用 比如说 它第一个单词是 住 reach 英文的live 那一个字 第二个动词 一记 走 它是 go 请问go这个动词 在英文是不是很常用 所以在俄文也是很常用 所以这两个的变化 要特别的注意 虽然这两个 这两个动词 都是在第三课才出现 可是 嗯 一个在第三课 一个在第四课 可是它现在一讲到 动词便位 它为了要 告诉你说 除了第一便位 跟第二便位以外 还有所谓的特殊便位 所以它把这两个字 提早拿出来讲 好我们在这边要学它 然后你要特别小心 这两个动词 好来看一下惊叹号说明的部分 动词便位后 若重音在词尾 如果变化之后 就是经过 呀 那个人称的变化之后 你发现它的重音 跑到字尾了 那要注意哦 单数的二三人称 单数的二三人称 和负数的一二人称 这四个人称 这是哪四个 它讲单数一二跟负数 单数二三跟负数一二是哪四个 单数的二是tree 还有三是这一个对不对 还有负数的一二 意思就是哪几个 刚好是中间这四个 中间这四个人称 这四个人称 它的字尾要小心 它的字尾要小心 可是老师刚刚借用这个来话不太 我觉得不太对 会让同学误会 因为这是属于第二变位 它不应该用在第二变位 特殊变位都是发生在 跟第一变位比较接近 它的变化跟第一变位比较接近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的是 单独来看 来看一下 rich这个字 rich这个字 他说刚刚好 他有讲到说 在单数的二三人称 跟多数的一二人称 词尾会变成什么 他后面有书写体的 yous 还有yout 注意看起来像m的 书写体写起来像m 它就是t 不是m哦 还有yout 再来呢 yum 再来yout 会变成这样 因为在第一变位的时候 这四个人称字尾 本来是什么 yes 和什么yout 还有yum 还有yout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不然你看上面那个表格 是不是中间那四个是 分别是yes yout yum 跟yout 那但是你变位之后呢 如果yout的 yout经过变化之后 你发现重音跑到字尾的话 你中间那什么yout 全部要改成yout 了不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用写的好了 我怕童远会不太清楚 我用写的 我这边擦掉了 这边它应该算特殊的 特殊的变化 那这个是 第十二页 好 一样 我们拿到动词 如果你想要变人 变化的时候 变位的时候 我们一样人称都要先有 好 日期呢 这个字是住 好 那我们先写 这个字跟 好 注意哦 它变化之后 亚变化之后 你看这个日期上面 有没有V这个字母 没有对不对 可是一变化之后 诶 多了一个V 这边本来没有V 这边有V咯 小心 老师写红色的地方都要特别小心 它都不 多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 就是老师刚刚上一节课 有讲到音变的问题 就是那个二 古二文的那个发音的演变 所以这要小心 这个只能背 然后呢 它后面变成是乌哦 是不是很特别 本来刚刚是讲到 Z缺沙沙才改U 对不对 可是这边呢 它V它也是U 因为它是属于特殊的变化 自己小心 特殊变化就很多都是要背的 好 这个变化之后 它有E跟U 两个都母音 一个单字有两个母音的话 有两个以上的音节的话 我们要看看 它的中音 对不对 那这中音在后面的U 变什么 YAH REVU YAHREVU 对不对 我问你哦 变成YAH之后 一变化之后 重音跑到哪里去了 本来重音在前面的E 然后变化之后 重音跑到哪里 U 跑到字尾 如果呢 动词 变化 在YAH的变化 经过YAH的变化之后 如果重音 从前面 跑到字尾的时候 它告诉你 刚刚那个金泰号写的 就是说 在中间这四个 在单数的 二三人称 这个是 二三人称 跟负数的 一二人称的字尾 就要变成什么 金泰号那边那一行字 有告诉你 要变成什么 YOSH 然后呢 ON ANA变什么 YOT MU变什么 YUM V变什么 YOUCHE 那 原来不是YOU 原来在第一变位 因为它是 借第一变位 特殊 这个特殊变位 是借第一变位的方法来的 那本来第一变位 是怎么告诉你 你看上面那表格 本来第一变位 是不是 本来啦 第一变位应该 第二人称的地方是YESH 这个是YET 这个是YEM 这个是什么 YET 且 它是差在哪里 不一样在哪里 YET 变成 YOU 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在变化之后 YAH变化之后 重音是不是跑到字尾 在后面那个音节 是不是在最后一个音节 是齁 那这边呢 它如果把YET改YOU的话 老师有说过一句话 不知道同学还记得吗 YOU呢 它是绝对的重音 就是一个单字里面 只要有YOU这个字母的时候 重音就在它身上 它是绝对的重音 懂不懂 那如果我把后面这个YET 本来是YESH YET YEM 这个把YET 全部改成YOU的话 那当然变成 变化之后这些动词 它们的重音 无条件就跑到 后面那个音节了 是不是 才会跟这边一致 音节跑到后面 它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致性 懂不懂老师的意思 那所以呢 你就记住 只要这个动词 变化之后呢 在YET的变化之后 重音跑到字尾的时候 中间的这四个 本来是YET的部分 全部改成YOU 加眼睛 加两点上去 这样懂不懂老师的意思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这个特殊变位 还是借用第一变位法 我们有之前 上上礼拜老师 跟你们讲过 如果动词是第一变位法的时候 阿尼要怎么办 阿尼怎么处理 是不是我有说过 直接照抄 YA的那个字的变化 抄下来以后 后面多加什么 TAE很好 有同学回答出来 所以我就照抄 YA是什么 REVOOT 还再加什么 TAE 我用白色 这样比较不一样 REVOOT 就阿尼REVOOT 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 老师写的地方 特别注意 那你把你的表格上 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又有 荧光笔或者是蜡笔 把它不同颜色 把它标记起来 好来 那我们来练习这个单字 这个动词 来REVOOT YA REVOOT T REVOOT ON ANA REVOOT MUY REVOOT VY REVOOT MUY REVOOT MUY REVOOT MUY REVOOT LETE B MUY REVOO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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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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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有什么 说明 感谢观看 所以 感谢观看 还要把 那 可以两个 桌子 这个单子 感谢观看 或是 他说 刚刚刚刚刚 讲到 所以 感谢观看 他说 他说 对 要看 很好 好 好 教过 咱们 是